你心裡有數吧 你少數投進對象的議員吧 我們要走 我們要走 嘉義市長圖信哲 像小學生一樣 暫停挺被無黨籍議員 掌容張訊話 我們要提醒 請不信 站在前面 一次站在前面 站在後面 往前 往前 才要反駁又被大聲怒斥 市長臉色鐵齊 沒想到最後還被趕出議場 市府秘書長也跟著站起來 各局處長通通走光 各局處長請出來 各局處長尊重議會 市長圖信哲被趕出議場 嘉義市議會場面瞬間凍僵 原因就在於圖信哲日前 在彈劃性節目取暖 說有少數特定議員 大砍新年度預算 這番話惹火不少人 議員們炮轟 對準圖信哲群起圍攻 他指的少數特定議員 到底是在說誰 如果他們要 以這樣子對號處做的方式 讓他造成誤解 就在抱歉 圖信哲為自己辯解 要議員不要對號入座 在民黨議員等人的勸說下 才有回到議場 但又被炙熱鼻子標罵 我一直在請告訴你 我一直在請告訴你 多少次 告訴你們什麼錢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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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市府會日前 為了今年度的總預算案 衍生複議案 但府會各有立場 最後還上演市長圖信哲 直接被請出去 關係降到冰點 恐怕短時間都無法緩和 記者後公文潘英文嘉義報導 公文潔英文嘉義